輕鬆告別黃板牙 全磁貼片跟全磁罐到底有何不同 大家好 我是新小編 延續上一次的主題 我們這一次繼續要來討論 擋牙齒 沒有錯 看到這個場景就知道今天不一樣 平常都是看到我一個人表演 但是今天幫大家請到專業的 讓你們一次問個GO 讓我們歡迎 大家好 我是新材牙醫診所的顧曉雲 首先我想要來問醫生 現在的人都非常喜歡喝咖啡或是吃深色的食物 EX醬油 但是透過冷光美白其實可以改善染色的問題 像燈給它照一照 但是有的人牙齒就是這樣黃 怎麼照還是怎麼黃 像是牙齒如果它是有嚴重脫鈣 或者是先天發育的異常 還有像小時候吃到四環梅素牙齒有那種環狀的染色 或者是根管治療完牙齒變得很黑很黑 這種狀況下 用冷光美白效果就比較有限了 另外啊 牙齒如果有大範圍填補過 或者是有人想要有超級白的顏色 甚至是想要改變它的形狀或大小的話 往往就會需要用一些比較 永久修復性的材料才有辦法看到明顯的效果 最常啊 被使用跟討論的肯定是全磁貼片跟全磁牙管了 哦 對對對對 很多藝人啊 網紅啊 明星啊 都會用那個啊 然後上鏡頭的時候就叮一口白牙 但是我真的很好奇耶 全磁貼片是什麼 每個人都能用嗎 我也能用啊 全磁貼片啊 是一層厚度大概0.2到0.5mm 超薄的牙齒貼片 它是利用燒磁啊 壓住或者是電腦輔助設計製造 來研磨出一片網如牙齒外型的全磁貼片 那由於成分是全陶磁製作的 所以我們又叫它磁牙貼片或者是陶磁貼片 嗯 那要怎麼黏上去啊 會不會吃了一下麻糬 就黏下來咧 嗯 在接受全磁貼片前啊 我們會在牙齒表面先磨掉薄薄的一層磁質 然後用特殊高長度的黏劑固定在牙齒表面 來改變牙齒的顏色 甚至可以調整牙齒的形狀啊 長度 達到牙齒微整形的效果 全磁貼片的範圍比較精細微小 要不影響進食啊 牙醫師跟牙計師 兩個人都需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術 才能夠達到治療的效果 那和全磁牙罐相比 它可以保留比較多的磁質 也相對便宜一些 But I couldn't understand 全磁罐現在比貼片還貴 那為什麼還用全磁罐 難道是它有什麼 Special的地方嗎 醫師 全磁罐呢 它跟貼片一樣是使用 陶磁製作而成的牙套 因為它顏色很自然 明亮透光 讓它外觀跟增牙幾乎沒有差異 加上完全不含金屬成分 不會有金屬異味啊 或者是牙齒染色的問題 重點是啊 全磁牙罐的硬度跟強度都非常的好 所以它使用說命很長 它常常被用在保護根管治療後的牙齒 預防發生斷裂 這也是它單價相對較高的原因 可是醫師啊 說了這麼多 我要怎麼知道自己是適合全磁牙罐還是全磁貼片呢 難道是看自己的荷包喔 夠不夠分了 其實啊 這不是二選一這麼簡單的問題 自己當醫生小心診斷錯誤 還是啊 得要由醫生進一步檢視牙齒的條件 才能夠做決定喔 通常啊 牙齒如果有太嚴重的蛀牙缺損 導致牙齒裡面細菌感染 牙水組織發炎壞死 這時候為了留住增牙 我們會做根管治療 但是根管治療完的牙齒如果缺損比較多啊 或者是變色 為了加強牙根結構 還有避免說牙齒斷裂需要拔牙的狀況 我們就會建議要做全磁牙罐 可以達到美觀的效果 也能夠提供牙齒比較好的保護 那麼 如果牙齒其實是健康的 但是 例如說 美觀問題 我想要讓牙齒白一點 或是這顆 我沒有改這顆 這顆你掰來 然後呢 我想要把它微整 像醫生剛剛講的 微整型 我是不是要選擇全磁貼片就可以了呢 沒錯啊 像這種情況下 就非常適合全磁貼片 原因在於全磁罐 它必須要把牙齒整個磨小才能夠裝淡 那也會需要磨掉比較多健康的牙齒 那對於像是沒錯過神經啊 結構良好的牙齒來說的話 我們比較適合用全磁貼片來改善美觀 但是會不會變漂亮 就算花錢 就算偷婚呀 我就覺得很值得 但是 在我們選擇全磁貼片或是全磁牙罐之前 應該還是要做檢查吧 醫師 通常啊 像在做治療之前 我們會先全口的S光評估啊 或者是AI口腔掃描 這些都可以列入參考的依據 那唯有和牙醫師一起了解你的每顆牙齒 才能夠免除醫療就分白的一次到最後的健康 City 今天的知識含金量非常的高 而且呢 也非常的千賢易懂 沒想到讓我們的牙齒變滿 變漂亮 學問有這麼多 非常感謝醫師幫我們解答了這麼多你的Cashion 謝謝新小編 也歡迎大家到新材牙醫診所來找我 如果還有任何牙齒疑難雜症 底下留言告訴新小編 我們下堂課見 掰掰 保養教室小學堂下課囉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啦 掰掰